女朋友正在被杀人犯追赶 我们要通过聊天来帮助女朋友逃脱 可是结局来了一个大反转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苏某人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来玩这款游戏啊 名字叫做我的女朋友在被人追赶中 可能大家一听这个名字 有点稀里糊涂的 我记得在之前这款游戏好像叫做 我的女友在被人追杀中 但是由于某种神秘力量 这个被和谐了 不过内容呢 我们还是按照追杀来理解 这是一款纯文字的游戏啊 内容呢据说还有点恐怖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试一下吧 开始游戏 好这个呢是我 对吧 这个是我的女朋友 非常恩爱的一对小伙子 现在是9点42分 何树救我 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何树何树求你了 看手机 我我我真的在看手机 我现在在被犯人追杀 打开Nine吗 这个Nine估计跟我们平时用的 就是个微信差不多啊 咋回事儿 犯人 什么情况 我知道很匪夷所思 我去何树家的路上 看到有人被菜刀捅了 犯人戴着兜帽 看不清长什么样 我往反方向跑了 应该不会有事了吧 天呐 看来这个女朋友 她是看到了凶杀案呐 现在我们在问女朋友在哪里啊 在卡拉OK后面的小路 犯人也到附近来了 好像在找什么 我估计是不是在找女朋友 如果女朋友被发现了 那她不是被捅了吗 怎么办 我们让她来我家 我家里很安全 快来我家里 我家比警察局近 要赌就赌我家 我现在报警让警察来我家 别 为什么女朋友阻止我报警呢 别下那影 怎么了 她让我们别下线啊 你要是下线了 我肯定会被找到的 女朋友真的是非常的胆小啊 她肯定现在是非常的慌张 如果我们跟她保持回复的话 她就能保持冷静 毕竟是我女朋友 我们当然还是要照顾她的感受啊 那我们现在去接你呢 她也不让我去接 那个犯人有菜刀 如果来了 那可能会出事 那我还不能来接你啊 不用来接 那我现在干嘛呀 她只求我别下线 好吧好吧 我不下线 我不下线 她为什么在说自己对不起呢 她会坚持的 谢行 她去录的另一边了 她说这个犯人去录的另一边了 天哪 又杀人了 天哪 天哪 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犯人杀人啊 我们只是听到女朋友在这里描述 发了好长一段信息说 又有人被这个犯人给杀了 犯人一边看手机一边到处张望 好像在找什么 我得藏起来 冷静啊 你跑得动吗 我知道你害怕 但是她还没有发现你 这是机会 我劝女朋友赶快跑路啊 但是女朋友怎么了 但是她害怕 真的好怕 你怕就不跑了吗 糟了糟了 怎么了呀 她在问我家在哪 你不是来过吗 女朋友说她现在脑子很乱 唉 出了卡罗K 走过便利店就是我家 你家是什么颜色的来着 白墙 橘黄色屋顶 行 快来 怎么女朋友现在 她的手机不会被杀人犯拿到了吧 杀人犯用女朋友的手机问我们家在哪里 我们要给女朋友打电话 但是她不接吗 我想听女朋友的声音 但是她不让我听 我觉得 女朋友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这个时候我们 果断打给她 因为我怀疑她了 快给我接电话 我要查岗啊 多谢了 多亏了你 我才能找到这女孩 哈 不对 你从最一开始 就装作是我的女朋友啊 我替这女孩给你发9 也就这两条而已 啊 难道说生的是我们打电话才暴露的这个女孩吗 啊 我的女朋友 完了 没有女朋友了 是我的错 我给她打了一个手机电话 我害死了 呃 这次啊 我们到底打不打电话 不打 我不会打的 我不要暴露我的女朋友 刚才太不冷静了 我想着万一 林要是死了 哎对不起 是我冲动了 现在不是做这些的时候 也就是说 现在是女朋友的吧 你没给我打电话说明你相信我 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点怀疑 啊 因为女朋友他连我家都不记得了 然后他非要用这个软件来跟我联系 那他现在说是想来我家这边 啊 跟我的聊天呢 给了女朋友勇气 然后我们现在问问他到底来不来啊 他说他没事 跑了一段拉开了一些距离 也没追过来 应该没被发现 啊 应该没事了 太好了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家里来啊 他刚才拍了一张能当证据的照片 哇 女朋友拍了一张犯人的照片哎 能让我们看一下吗 有这张照片警察就能抓他 这个行为非常的危险啊 要是最后没抓到犯人 那被杀了的人就太可怜了 哎 女朋友这个危急时刻还想着他人 他就一直在说多亏了跟男朋友聊这个 那你倒是让我看一下你拍的照片呢 哦 他想把照片发给我 万一他被杀了就把照片拿给警察看 行 接收他的照片 这照片我当然得接收啊 你发个图片就不用墨迹啊 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接收的 嗯 这是什么 美奈子 看来我们认识这个人啊 是美奈子被人杀了 美奈子说是今天去了男朋友家 刚从男朋友家回来 然后就被这个犯人袭击了 对了何树 何树的女朋友不是我吗 为什么美奈子会去你家呢 何树 啊 美奈子是在我家 完了 我原来干了这种事情啊 结果被这个女朋友发现了 其实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外 哇 开门 呃 不会吧 杀人犯 竟在 我身边 这个时候女朋友来电了 我们到底接不接 我偷情被发现了 接吧 我怎么感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让我开门 我 我 究竟开不开 不用麻烦了何树 要是在花盆底下 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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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说最近有无差别杀人事件 我怎么感觉 原来 是女朋友杀的吗 那这照片我不收啊 拒收 我如果不接受照片 女朋友就不会杀我吧 啊 女朋友就还是女朋友 就不是杀人犯 对吧 薛定谔的女朋友啊 你永远都不知道 这个女朋友 她到底是什么身份 啊 她说 我说 林不会被杀的啊 我们相信她不会被杀 虽然我只是在聊天工具里面陪你啊 但是我们一起加油嘛 好不好 哎 你到哪儿了 女朋友到了便利店的附近 哎呀 杀人犯好像也过来了 声音越来越近了 糟了 她倒到我之前躲的地方了 完蛋完蛋 怎么办呢 女朋友被发现了 女朋友会死吗 不会死吧 我们得想办法让林离开那个地方 要是一步走错 林应该就没了 我要拯救我的女朋友 怎么做 哎 我们现在应该用手机打给她 还是联系警察 不对啊 我们之前用手机打给她 她被犯人发现了 那我们这次先联系警察试试 我们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啊 让警察来救她 但女朋友又劝阻我们不要打电话 为什么呀 我又不能给你打 又不能给警察打 那我还能靠谁 难道我只能自己 啊 完了 女朋友被发现了 她说她得跑了 哎 女朋友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了呀 怎么发生了这么剧烈的惨叫啊 女朋友电话也不接了 又显示已毒了 但是你别高兴的太早 这个主角 看嘛 果然 杀人犯又把女朋友给找到了 我是给警察打的电话 怎么她还是被找到了呢 这 那这次我们不要找警察了 不找警察的话应该怎么做 用手机 哎呀 我们用手机来联系一下 等你准备好了 就告诉我 我会在30秒钟之后 拨通你的手机 你把音量开到最大 用手机转移它的注意力 然后跑得越远越好 哦 这个方法不错 用手机发出声音吸引杀人犯 然后我们朝反方向跑啊 对吧 女朋友这下要跟主角配合了 大概30秒钟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方法 那之后该怎么联系呢 好 开始了 啊 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难道说 我的时间 打扫了吗 没事的 我还没找到你呢 为什么 骗人 接电话那么快 铃声太短 根本就不知道 铃在哪里啊 怎么了呀 为什么我现在感觉 屏幕上面出现了手印呢 铃别跑了 回答我 你真的是合数吗 哇 难道说 我主角的身份 并不是 真正的主角吗 这次没想 毕竟是第三次了 把手机静音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那当然是 因为我 喜欢铃啊 啊 我喜欢和铃聊天 喜欢想象 看手机的时候 铃的是什么表情 一想到聊天的时候 铃会是怎样的表情 我就兴奋的不行 所以 我还想看更多不同的表情 比如 铃被人捅了之后 痛苦死去的表情 要是下手的人 是铃最喜欢的男朋友 就更想看了 被最信任的人背叛 表情会和其他人死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呢 会如何扭曲 如何绝望 如何死去呢 铃 怎么回事啊 原来 真凶竟是我自己啊 这两个人都隔这么近了 还在打电话吗 为什么这个游戏 每个结局都这么怪怪的 那现在 铃谢谢你 我会一直喜欢你的 更新待机避纸吗 更新一下看看 小火鬼 我的待机避纸变成了 女朋友死去的样子 原来 真结局就是 犯人尽是我自己 变态啊 这种人怎么会有女朋友的 真是气愤 所以大家谈恋爱 一定要把对象看清楚 再谈啊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各位